今次網絡系列會講網絡通訊的其中一項網絡名稱系統DNS 歡迎來到吹吹水電腦研究所 我是老滋 在開始影片之前 記得留言讚好和分享我的影片 跟著訂閱我的頻道 和按旁邊的鈴鐺 當有新影片的時候就會通知大家 記得讚好吹吹水電腦研究所的Facebook專頁 多謝 電腦互相溝通是會以IP Internet Protocol來做媒介 但是一個網址就要有一個IP 那麼多記數目字是不可能記到那麼多的 那寄電話你也是會用電話簿去記錄的 何況是要記更加長的IP地址 所以DNS就出現了 至於什麼是IP Address 那便會在網絡系統的其他集數講解 DNS一般指網絡名稱系統 Domain Link System的速寫 這個系統可以說是網絡世界裡的電話簿 能夠管理同識別網域 當你在電話簿裏查Pizza Heart的時候 就會找到相應的電話 同樣地DNS就是兌換成IP 以搜查Google.com為例 你使用的瀏覽器 接上DNS查詢Google的IP的時候 然後你的電腦就會向這個IP地址作出請求 而Google就會互傳這個請求 我覺得這個是有點像以前電話接線生的角色 你用電話找接線生找另一個人 以押陳小明為例 接線生就會接上陳小明的線路 當陳小明拿起聽通的時候 這個線路就會完全接上雙方的 就可以大家去聯絡 講到這裡 已經初步了解了DNS的運作 現在開始進一步講解DNS的事情 其實DNS有以下三個的解釋 第一 一般沒有指明的情況下 是指整個DNS的系統 這個叫做 域名系統 第二 指安裝了DNS相關的軟件 可以提供DNS服務的電腦主機 這個叫做 域名伺服器 第三 指DNS這個服務 Domain Linksys Service 因為一般當你的網絡供應商 ISP購買服務的時候 它都會預設提供了一些DNS服務給你的 這個問題就來了 一般網絡商提供的DNS服務 是不會加密的 這樣你就有可能被監控 它就知道你過去去過什麼網站 做過什麼的 也有部分的網絡供應商 會售賣你的數據給營銷廣告公司去賺錢 這樣的話 你上網就上得太開心了 網絡供應商 就算沒有出賣這些數據 這些都可以被網絡之珠收集成資訊 從而推銷 或者不罰的行為等等 視乎什麼人去寫這隻網絡之珠 是營銷廣告公司 還是黑客呢 不知道 那什麼是網絡之珠呢 我會在之後的集中去講 我們用的網址 本身叫做名字 它的解讀方式是由後面向前去讀的 以香港任天堂的網址為例 最後的WHK代表香港 Com代表公司 當然任天堂本身就是 它的名稱或其宿舍 而三個W就是代表 這個網站所提供的 是全球資訊服務 這個名稱不僅具有實質的意義和容易 不過要將這個名稱 轉成實際的IP地址 就要透過DNS Server去轉換 在今天的網絡上 有位數不少 都其實是相當多這些服務的 伺服器正在運作 我們知道網絡上識別 電腦截點的方式是 利用IP地址 而每一個IP 是有四組共12個信號 這個是以IPv4為例 IPv6是更長的 其實是真的好不遺記 因此我們就會使用一個 有意思有遺記的名字 來明明的 這個名字 我們就叫它做Domain Link 網絡名稱 網絡名稱的明明方式 是以一組英文宿舍 去代表一個數目 去命名的IP地址 而每一個網絡名稱 都是唯一不可重複 因此每一個網絡名稱 都要經由申請才可使用 國際上負責審核網絡名稱的單位 是網絡網絡名稱與號碼分配組織 簡稱ICAN 今天在網絡上 主機數量多於繁星 如果將所有的查詢工作 都交由一部DNS伺服器來負責的話 對這部伺服器來說 絕對是一個很大的負擔 並且用戶端都要花很多時間來等待查詢 萬一這部主機故障的話 豈不是滅害其他的電腦 都連接不到其他的主機 這樣DNS就會由很多個域名 伺服器所造成 架建那時是採用一個 階層式的管理方式 網絡是表示DNS 樹層架構中的一個指數 每一個節點都可以定義一個網絡 每一個網絡客 又可以分成數個幾指網絡 目前DNS的階層架建上分為四個層次 第一是跟網絡 第二是頂層網絡 第三是第二層網絡 當下層DNS沒有辦法對照某個網絡 時便可以尋求根目錄的協助 他亦由上到下尋找主機名稱 如果該主機確實有登記的話 就一定是找得到相對應的IP地址 網際網絡上的13個跟伺服器 跟網絡伺服器 以英文字母A-M 依序排名的 頂層網絡方面 DNS採取樹葬階層方式的網絡 名稱空間 Dominium Space 去管理所有電腦名稱 每一個分支和節點都代表一個已經命名的網絡 頂層網絡如果從幻向來看 可以分為國家網絡 一般網絡和反向網絡 國家網絡是以國家名稱為主 亦都可以叫為CCTLC 主要是根據ISO3166中制定的角碼 或者地理網絡來分區 一般網絡主要是以組織的性質來命名 所以又稱為組織的網絡 一般網絡則是以組織的性質來區分 這些網絡名稱必須經由ICANN通過 才可以合法使用 反向網絡主要是利用IP地址 反向查詢網絡名稱 主要會需要以IP地址來反查主機 或者網絡的名稱 第二層網絡分別屬於各自的頂層網絡管理之下 例如香港地區下 都會有政府機構、商業機構等等的主機網站 好像是org.hk 或者是.com.hk 但限制一個網絡內不得有相同的名稱 主機屬於第二層網絡下的名稱 使用者可以向各個網絡管理者請求所需的主機名稱 或繼續向下區分更多的網域 網域管理人員可以自行規劃和命名 但同一個網域內的主機名稱 仍然不能重複 當各位在瀏覽器的網址列上輸入網址 FQDN的時候 這個時候作業系統就會對這個名稱 進行網絡名稱與IP的地址剖析 或者向指定的DNS來查詢 過程如下 第一 使用者向區域的DNS Server發出查詢的要求 為了避免每次連接上其他主機的時候 都要向DNS Server進行查詢 解釋程式本身會先向進行檢查本機的快照動作 如果有找得到對應的IP 就會傳給這個瀏覽器 第二 如果本機快取找不到的對照資料的時候 接著就會在本機上的host file 裡面的查詢 如果本機的host file 裡面找到對應的資料 就會直接將結果傳給瀏覽器 並且在作業系統中的快照留下一個資料 如果是找不到的話 則繼續向本機指定的DNS Server進行查詢 第三 DNS Server會先檢查這個名稱 是否為管轄區域的網絡名稱 如果是就查詢區域檔案中的對照資料 並將查詢到的資料傳回合戶端 如果查不到的話 或者根本不是DNS所管轄區域 則繼續進行下一步的查詢 第四 在區域檔案中找不到的資料的時候 則會轉向DNS Server 的快照查詢 看看是否有之前查詢過的紀錄 如果有查詢過的紀錄的話 就會在回應信息上加上記號 以告知客戶端的紀錄來自伺服器的快取 而不是區域檔案中的內容 如果都是找不到的紀錄 則會轉向上層伺服器或其他伺服器來查詢 如果上面的步驟都找不到對應的資料 這樣DNS Server 就會轉向上層的DNS Server 來查詢 進入伺服器與伺服器之間的查詢 因此都會有機會延遲轉送到跟網 不過有些DNS Server 就會設定了轉送程式 就不會將查詢轉向上層的伺服器 而是轉向其他指定的伺服器的 那今集講DNS 先講到這麼多 網絡系列我會下集再講第二個話題 下集見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大家讚好留言和分享給大家的朋友 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按旁邊的鈴鐺 當我有新影片的時候 YouTube 就會通知大家的啦 記得還要讚好 吹出水電腦研究所的Facebook專頁 多謝